去年是辛苦的一年 我记得也是从农历新年开始 疫情陆续扩散 全世界的人们生活都被搅乱了 今年希望不止台湾生活如常 全世界也可以恢复正常 总统蔡英文释出最新影片拜早年 但受到疫情影响 这个年仍旧有许多不方便 很多在国外的台湾人 无法回到台湾过年 也有一些朋友现在还在集中检疫所 或防疫旅馆隔离 我要谢谢大家的配合 祝福大家不论身在世界的何处 都平安健康万事顺利 等到疫情趋缓都可以恢复交流 一切如期 就怕疫情赶快过去 也再次呼吁新的一年 大家还是得环节抗疫 我希望今年所有的台湾人民 都像去年一样团结真有力 经济更繁荣 景气更长旺 祝大家新年平安 新年平安 新年共亿 不只国台客与外加烙音意义 香港因为反送中事件不平静 小英没有忘记 有许多讲粤语的朋友 过去一年谢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脸书 我也要请你们相信 民主制度也许不完美 但依然是目前为止 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 请大家保持信念 不要放弃 生年平安 特别跟讲粤语的朋友喊话 牛年即将来到 就盘一切能有好的新起象 陈立玄 风不风助军 台北报道 明年